本单消息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希洛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哈利姆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对上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有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在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了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邮报 罗盘报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前锋报 星洲日报 新海峡时报的联合采访 关于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系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印尼都是本地区发展中大国 两国开展战略合作意义重大 前景广阔 我这次对印尼的国事访问 既是传承友好关系之旅 也是规划合作之旅 我期待着同苏西洛总统 就全面推进两国友好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中印尼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关于中国同马来西亚关系 习近平表示 中马两国都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 实现国家发展 中方愿同马方携手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我期待着同马来西亚领导人 就推进全方位合作进行深入探讨 为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 构建稳定框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关于亚太经合组织 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表示 希望本次会议 以推动亚太在全球经济复苏中 发挥引领作用为主线 坚定国际社会对亚太发展的信心 发挥亚太经合组织引领和协调作用 提升亚太经合组织地位 再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协调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推动亚太互联互通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取得积极务实成果 中国将于明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中方愿同各方密切沟通 共同办好今年和明年会议 为亚太地区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关于亚太经济前景 中国经济形势和亚太经济一体化 习近平指出 亚太地区谋和平 求稳定 促发展的共同愿望没有改变 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和作用上升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 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和潜力没有改变 亚太地区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中国经济增速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名列前茅 我们下定决心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 对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充满信心 这将为全球经济复苏 注入新的动力 为亚太地区共同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始终积极支持 和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于中国同东盟关系 习近平强调 中国奉行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将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汇集周边 中国将坚定不移 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坚定不移深化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坚定不移同东盟携手努力 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 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 增进互信 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水平 推进互联互通 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深化防务安全领域合作 密切民间交往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沟通协调 习近平最后表示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力拼搏 中国需要一个 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梦同东盟各国 寻求国家发展振兴 人民赋予幸福的追求和梦想 息息相通 中国愿同东盟各国 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 携手并肩 心心相应 互帮互助 中国同东盟合作 不仅将为我们各自国家发展 提供广阔空间 也将为世界繁荣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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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